多功能化、电子化不断发展 汽车 可对应所有试验需求的 爱斯佩克冷热冲击设备 封门式冷热冲击设备 无需移动试样即可做试验 1000升以上的设备 采用双开门 易进入试验区域 可摆放重量级试样 用液压车可以直接进入试验区域 即使大型释样也可安全进行摆放 例如电动汽车的纯电马达 1100升型的设备内可以摆放4个 因为释样无需上下移动 因此既没有配线配管损坏的风险 也没有振动导致的释样移动的担心 试验区的温度切换 是通过风门的开关加以控制 打开低温侧风门 低温空气流动 打开高温侧风门 高温空气流动 通过反复开关风门 可对释样施加冷热冲击 控制器可以切换语言 冷热冲击设备开始于1965年的上下移动式 自1975年起到现在的释样静止型 系列产品不断升级进化 1989年采用了滑动门 解决了脚链门的开关所需的设备正面的局限性问题 滑动门由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供选择 试验区域的容积 有40升到12000升的多种尺寸可供选择 也可根据客户的试验和试样定制产品 精确创造严护环境硬力 助力客户技术的冷热冲击设备 艾斯佩克